哈囉大家好我是花花 今天要教大家一個厚燒馬鈴薯烘蛋 做法很簡單請大家一定要觀看喔 首先我們先準備馬鈴薯兩顆 洗乾淨削皮 然後再準備紅蘿蔔 因為今天紅蘿蔔只要大條 所以我們半條就可以了 然後也是洗乾淨削皮 接下來我們把馬鈴薯紅蘿蔔切成薄片 大概是這樣的厚度就可以了 再攪一個乾淨的碗 我們把六顆的全蛋倒入這個乾淨的碗裡面 再加入一匙半的鹽 然後混合均勻 混合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們再加入120克的牛奶 那一樣也是慢慢加 然後把它慢慢的混合均勻 混合差不多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找一個碗 然後我們來準備過篩 過篩上面會有一些蛋芯的雜質 那這邊的話我們那些蛋芯就不要了 我們留下細滑蛋液的部分 過篩好了以後放在一旁備用 那我們找一個六層的蛋糕膜刷上油 上面不要刷到喔 因為有可能蛋液會膨上來 那我們要防沾 那接下來的話組裝就開始了 我們先在底部放了蛋液 然後接下來再放馬鈴薯紅蘿蔔 一層一層看你喜歡吃什麼 我們就加什麼 那我今天還有準備了培根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把培根放上去 那一樣我堆到第三層的時候 我放了一些焗烤用的起司條 再加入一點點的蛋液 再撒上一些黑胡椒 讓它會比較香 再把培根慢慢的擺上去 我們就這樣一層一層有耐心的慢慢放 慢慢的把它放上去 然後看你喜歡吃什麼 那層次的話這樣一層一層的話 到時候切出來它就很像 一個千層蛋糕一樣 側邊會很漂亮 所以你也可以找一些綠色的蔬菜 到時候的話綠色烤出來 應該也是很漂亮的顏色 一樣就是反覆的把蛋液放上去 反覆的放起子條 讓它每一層都可以均勻的沾黏上 在這個堆疊的過程中呢 我們手都可以壓一下 讓蛋液均勻的進入到每一層裡面去 要組裝到最後一層了 那最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把馬鈴薯整個放完了以後呢 用手壓一下 你可以看到蛋液全部都跑上來了 那最上面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撒上均勻的撒上起司條 把它整個鋪滿 接下來再撒上一些黑胡椒粉 接下來再撒上一些黑胡椒粉 那我們先用低溫烤的方式 先用120度30分鐘 看看烤的如何 30分鐘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烤的如何 哇 這個顏色好美啊 記得要先測試有沒有熟 才能做倒扣的動作喔 有熟 有熟嗎 一、二、三 有熟 有熟 哦哦 原來是還沒有熟 但是烘蛋的表面上色了 所以我就蓋上了脖子 180度再烤20分鐘 20分鐘到了 我們拿出來看看 這次要記得檢查一下喔 拿針搓一下 或者是用手壓一下 看看有沒有蛋液殘留 或者是蛋液有沒有跑上來 那如果檢查都OK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做倒扣的動作喔 大概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烤它的屁股 等一下你看到它的屁股 就知道為什麼我們要烤它了 烤模很燙 倒扣的過程中一定要小心 不要燙傷了 現在你看到它的屁股了 就是這種蛋蛋的顏色 它還沒有上色 那因為這種蛋要吃焦香一點 會比較好吃 所以呢 我們這次要把它烤屁股的部分 讓它有焦香味 那烤模再蓋上去 然後再把它翻過來 這樣子屁股那一面就會朝上喔 接下來我們鋪滿起司條 然後再撒上一些黑胡椒 就可以再做最後的烘烤了 記得裝上提把 裝完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最後的烘烤囉 這個過程呢 是180度 8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再拌一把 它有點重量 所以拿的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非常的沉 單手可能會不好拿 記得雙手來操作喔 我們一樣把提把拆掉 然後把我們的烘蛋倒扣出來 哇好漂亮啊 好像一顆蛋糕喔 哇我們讓它轉個圈圈 好美啊 接下來我們看它切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看到一層一層的 好美喔 如果切的葉倒才會有影響喔 今天的馬鈴薯烘蛋大成功 大家可以試做看看喔 然後影片中間呢 我有不小心失敗的地方 請大家避免不要造成這個錯誤喔 所以到時候如果烤到一半 中間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先壓一下 看有沒有蛋液跑上來 如果有跑上來的話 我們就再繼續烤 那如果沒有呢 你就可以進行翻面的動作 那我們再烤底部的地方就可以了 開心的玩烘焙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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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